3日強風訊號生效 至少維持到明天正52點 有可能需要在明天下午至夜晚改發更高訊號 摩蠍增強圍強颱風 襲擊在香港東南大約460公里 越遼向西移動 時速大約10公里 環境南海北部並逐漸增強 過去幾個小時 摩蠍穩定向偏西方向移動並逐漸增強 天文台說 如果摩蠍按照現時的預測路徑移動和繼續增強 預料明天稍後本宮的風力將會進一步上升 天文台有可能需要在明天下午至夜晚改發更高訊號 摩蠍距距離香港還有400多公里 市民的姦聚乃感受仍然是酷熱 大距最高氣溫錄得攝氏33度或以上 打鼓嶺、上水和元朗更加錄得35度 靠近圍港就有些海風 天文台預計今晚的風力會增強 偶爾會有狂風雜雨和雷暴 由衛星雲圖看 摩蠍由凌晨開始持續增強 12個小時內由強烈熱帶風暴增強到強颱風 環流幾乎覆蓋整個南海 用雷帶圖看近一點 它的螺旋雨帶已經在本港200公里左右 影響廣東東部沿岸海域 天文台說 摩蠍穩定向偏西方向移動 橫過南海北部並且逐漸增強 預料明天下午至星期五日間 以強颱風至超強颱風的級別 在本港西南400公里內略過 天文台有提醒 海面會有湧浪 市民應該遠離岸邊 停止所有水上活動 無線電視記者 吳家謙佩道 國泰航空明天至星期六 取消多11對來回航班 至於15架引擎零件故障的A350核機 已經有6架修復好 其餘亦都會在這個星期內修復 預計無需再額外取消航班 最新要取消的11對航班 都是短途線 包括來回新加坡、台北、泰國、曼谷 和上海等 累計取消45對即90班航班 事件源於國泰發現A350客機 人擎出現零件故障 檢查全48架A350客機後 15架要換零件 至今6架已經修復 預計今個星期六或之前 可以修復好其餘9架客機 引擎製造商勞斯萊斯 在官網發聲明 說會確保提供充足的零部件 給國泰儘快維修航機 並承諾會向其他又採用 同類型號引擎的航空公司 通報最新進展 有外媒引述消息說 故障涉及引擎燃料噴嘴 即將燃料無化以達至最高燃燒效率 亦有報導引述消息說 是輸油管有扭曲 如果在油管有民間的話 又會有機會說 在空中飛行的時候 會引致漏牛肉 或是引致漏牛肉 即發動機會著火 不過就算是發動機是著火的話 似乎都是有緊急的應變的罪 如果有火的話 每個發動機起碼都有漏火的地方 民航處說 已經與國泰工程部管理層會面 掌握最新調查進度 亦有派員實地視察 攝氏的引擎和檢查情況 而根據國際做法 已經主動聯絡和通報 歐洲航空安全局等相關單位 無線電視記者鄧協定報導 上訴停推翻通訊局說港台新聞 港台節目《頭條新聞》 其中一陣內容獄警的決定 撤銷對港台的警告 案件涉及已經停播的港台節目《頭條新聞》 2020年2月14日播出的一集《警方訊息環節》 藝人王喜在垃圾桶出來 被通訊局裁定獄警 另一個環節《武品芝麻官》 諷刺警方囤積口罩等個人防護裝備 被通訊局裁定 違反要確保節目資料準確 向港台發出警告 港台工會和記協提出司法覆核 原眾庭維持《警方訊息環節獄警》的決定 至於《武品芝麻官》 無法證實警方口罩過程是真還是假 不能夠斷定是虛假消息 認為沒有違反電視廣播條例 通訊局、港台工會和記協分別再上訴 案件由高院首席法官潘兆初 上訴庭副庭長官淑卿 以及上訴庭法官勾慶場處理 判詞說三位法官同意 通訊局正確將頭條新聞 歸立為個人意見節目 必須遵守電視節目守則 製作者需要盡一切合理努力 確保資料準確 就《武品芝麻官》環節 判詞舉例說 節目提到警方取消徒步巡邏 而時任由尖望警區助理指揮官僧仲賓的證供顯示 那個警區的巡邏便衣警員 2020年1月的確以私家車巡邏取代徒步巡邏 所以資料是真實準確 三個法官一致駁回通訊局上訴 即是維持沒有違反守則 至於警方訊息環節 潘兆初認為即使是諷刺節目 也都應該有一條界線 界定是否得體 他認為節目確實涉及獄警 有違守則 不過關淑卿和歐慶場雖然同意 警員在節目內容中被嘲笑 但眾官整集節目 認為針對的是警方抗疫的工作 並非單純針對警察的社會地位 最終以2比1推翻通訊局的決定 下令截銷相關警告 不會發還通訊局重新考慮 至於記協提出的其餘議題 包括挑戰本案涉及違憲 都被駁回 無線電視記者何曼君報導 廉署起訴一個總督察和他的妻子 涉嫌受他超過114萬 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被廉署起訴的是38歲總督察何曉東 案發時駐守灣仔警區 負責重案組和反三物會的刑事調查 而她36歲太太報稱是家庭主婦 廉署說何曉東因為處理一宗集片案 認識了一位商人 那個商人同時牽涉另一宗襲擊案 廉署說2021年8月到2023年1月 何曉東涉嫌收了那個商人一共100萬現金 和總值超過14萬的禮物和軌贈 緩取在調查時 優待那個商人和他的朋友 亦涉嫌向那個商人洩露警方的內部資料 包括疑犯和涉案人士資料 何曉東的太太就涉嫌協助丈夫 售售其中價值超過13萬的禮物 兩個人被控一共六項控罪 包括違反防止賄賂條例 和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獲准保釋 星期五在東區裁判法院提堂 已準備轉介COVID法院 無線電視記者中卓希報導 政府正是計劃興建劍擊館 目標2025年落實 據了解 當局初步傾向改建土瓜環體育館 有議員認為那道地方有限 希望臨時先用著 長遠可以另起新館 港隊劍擊運動員在兩屆奧運旅創佳 政府在去年施政報告已經提出 要提供設有劍擊訓練和比賽設備的體育館 行政長官李家超上個月初曾說 希望明年會有 據了解政府初步傾向 將土瓜環體育館改建成劍擊館 仍然要與劍擊總會商討細節等等 土瓜環體育館在1987年啟用 裡面有一個多用途主場 可以用作兩個籃球場 或者八個羽毛球場 也有健身室等等 體育館距離最近的港鐵土瓜環站是350米 走大約6分鐘 體育館附近也有超過30條巴士 和小巴線途徑 有前港隊劍擊代表估計 土瓜環體育館多用途主場的面積 可以滿足訓練需求 一條劍道長14米 加上1、2米的緩衝區 裁判器要放在劍道旁邊的中間 那座也算是一個大座的機器 體育學院裡面大概有12條劍道 我想這是一個基本的數量 新的劍擊館有它的好處 就是因為整體的配套設施 都可以規劃過 全新的劍擊館可能都需要一些時間 因為現在似乎 政府的工程都在排隊很多 所以我想用一些現有的地方去改劃 都可以是一個考慮的方法 啟德啟學院開了之後 其實在啟德那裡 將會提供很多的 不論是羽毛球場、樓球場等等的場地 都希望可以滿足區的需要 他說劍擊館有不少裝線難以經常拆除 再供大眾作其他用途 但可以供大眾作劍擊訓練 考慮到地方有限 長遠可以另起新館 無線電視記者劉惠儀報導 這樣便是一個北京的 就像我為了 設計劍 超級消防智 有限的 過後 這已經進入了 都要 有很多 開啟 廢 感谢观看